欢迎来到封IMD, 祝您在工作和学习中度过富有成效的一天! 我们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观看今天的新闻,杨阳新剧将上线, 女主在提名金基奖,热度胜过迪丽热巴最近网络热搜中的杨阳可以说还是开心到无边的, 毕竟在青春环游记这档综艺节目中,她都已经被吃瓜网友们发自内心的评价式, 逐渐疼化,甚至于开始喊话军逸,快点准备下一任笑草候选人吧! 不少吃瓜网友们,特别是杨阳的眼粉们,都开始担心自己以后的偶像剧可怎么办啊, 说不定就跟现在看到杀意一样,看到杨阳出镜就直接出戏,因为忍不住想笑的心啊! 不用担心,眼粉们的春天马上就要来了! 杨阳的下一部偶像剧又即将上线啦!要说杨阳有多么适合偶像剧, 那就看看上一部承包了吃瓜网友们视线的《你是我的荣耀》, 那可以说是杨阳的又一个收视率高点!上次的搭档是迪丽热巴,一位人气和颜值均具备的小花旦, 而此次和杨阳合作的是金鸡奖候选人,这又是爆款剧集的必备条件呀! 新剧的名字叫《我的人间烟火》,也是一部小说翻拍的IP剧集。 原著的名字叫做《一座城》,在等你,故事的梗概脉络是,消防员和急诊科医生的搭配, 十年前分离合十年后再爱的故事,这样的故事真的是让人又一次想起陈奕迅的十年啊! 虽然听上去特别的狗血设定,但是一切都能够因为杨阳的颜值被忘掉。 消防员、医生,这样的搭配好像并不陌生, 之前的白净亭和马思纯的那部《你是我的城池盈磊》就是特警和医生。 看来近些年的宣传方向发生了较大变化,就是告诉吃瓜网友们一个真相, 每一个职业都有不容易的一面。 此次和杨阳搭档的是周也,金鸡奖最佳女配角的候选人,演技什么的就不论了先, 单说颜值很搭配的。 不少吃瓜网友在期待,杨阳和周也的搭档是不是能够带来新的感觉,你觉得呢? 你预估这部剧会爆红吗? 感谢您收看此视频。 请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并打开通知铃以查看我们的最新视频。 谢谢,下个视频再见。